用一下我们的这连点通式 大家看一下连点通式怎么画 我这里的话我再一次释放给同学们看一下 你看在我们的一个画面里面 我们首先画出一个什么呢 画出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 看到我这个颜色 我这眉红色 片紫红色有点 先画出一个正方形 你们看见没有 这个正方形有个特征 是什么呢 是我们从上面的 你看上面的连条边 你看它的终点连起来 可以连成一条线 还有左边 你看这里过终点 是不是刚好我们的消失点 你看这个点 消失点你们可以自找近一点 找远一点都随便你们 是不是 这个是第一个 你看但是你们再回顾了一下 这个圆图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正方形 它都有一条 都有一条这种边 在我们的这个线条上面 是不是 所有的正方体 它都有一条边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 我们就确定这一条边的长度 我们下一步就确定这条边的长度 你看基本上它的长度是一样的 这些长度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的话只要把这种长度去找出来 就OK了就这么简单 把这些长度找出来以后 下一步我是不做完了 下一步的话直接用这种长度 是不是刚好在边上面 它有两个焦点 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点连到我们的消失点 看到没有 把这个点连到我们的消失点 这样的话就非常快速的 你看往左边连 你看这边假设是虚线的话 你看刚刚好它是不是重合的 一份老师没有做 我也没有特殊的跟着这个线去连 我只是说把这个点连到了这边的消失点 是不是 所以它刚刚好 这个弧度 它就是跟这个消失点是一样的 等一下我们只要确定 你看确定这个弧度 确定这个 确定这个弧度 确定好这些线条 就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了 是不是 好了 这个同学们老师这样的话 再给你们剪到一遍以后 你们这样的话 我们那一生同学就是 不知道怎么去画连点偷射的同学 这一次的话 能够学会了吗 特别是刚才说 老师我还不懂得怎么画的 我们的微笑 你好 OK了吗 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老师我就往下面剪了 我已经把它截图 发到我们群里了 不用担心 我已经把它截图 发到我们群里 刚才那个画法是吧 是的 我把它截图 发到我们群里了 说等一下的话 你们直接去群里 看这个图片就可以了 好吗 好了 那我们继续的话 复识了一下 上一节课 你们没有听得特别好的 一个支点的话 我们今天的话 就开始来上新课了 好的 如果你们还是有不懂画的同学 千万不要一个人自己去画 画一天画两天 一定不要这样 如果你不懂 那你就要找伊菲老师 伊菲老师干什么的呢 就是招你们画的 是不是 好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 回到我们的新的支点 我们这节课的话 简直是这个支点 行 行 行的感受 什么叫行的感受 我这里的话 挑了一些物体 让你们看一下 挑了一些物体 让你们看一下 放小一点 好了 现在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老师的屏幕上面的图吗 好 你们来看一下 好 因为 好 因为有不同的物体 所以说我们感受到 你看 这种蛋糕的形体 它是不是像一个三角形的 一个直线的组成 有发现吗 像一个三角形的 一个直线的组成 这是像这种比较简单的三角形 那我自己的话 我来问一下我们的同学们 你们看一下这个纤胶 它的这个形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 对 山林 山林柱是吧 对 你们来看这个纤胶是偏线什么样的一个特征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老师 有弧度的是吧 弯曲的 是不是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弧线 你看我们的画面里面 它有这种直线组成的一个形状 也有这种弧线 这种比较均匀的弧线 这种 是吧 这种弧线 另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建筑 这是 这个的话 应该是建筑 它的话 主要还是利用到这种弧线 这种弧线 你看 所以我们一般生活中的话 物体的形 它有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 同学们看一下 可能是全部都是 有 你看像这个地方 像这个地方 它全部都是由直线组成的 有的物体全部由直线组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有的物体 它可能像苹果 它全部都是由这种弧线组成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这个物体 这个蛋糕 还是以它为例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蛋糕里面 它有直线 也有弧线 有注意到吗 它有直线 也有弧线 所以说 它的形式 有直线 加弧线组成 所以这个同学们能理解吗 就算是我们在结合到生活中 一些物体 我们随便拿一个东西 拿个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随便的东西 好尴尬 好 我们拿出这把剪刀来看 好不好 你们来看一下 剪刀的话 明显的话 这个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直线 是不是 好 这个后面的 把手的话 这个拿的 这个物体的话 它是一个有弧度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的物体 它的形 对 我们的物体 它的形 它都是有直线 跟弧线组成 所以以后的话 你们再画这种物体的形的话 就应该知道了 是有特征的 嗯 好了 这是我们的物体的一个形 物体的一个形 而且的话 形的话 它是越简单 是越容易辨认的 说像我们的直线的形 它是比这种弧线 是更容易辨认的 因为它比较简单一点 是不是 嗯 我们浮华这么说 幼儿园的同学也知道 是吧 你们是要当幼儿园的同学 来教你们啊 因为你们 对于绘画 是 啊 就是应该这么教你们 你们是觉得老师 讲的 讲的太简单了吗 那老师给你们讲 讲复杂一点点的 好吗 没事没事啊 来了 我们继续往下面讲 我们现在的话 因为刚才老师 是不是给你们剪了呢 好的啊 好的啊 现在同学们 能听到老师的声音吗 对 没有声音了 是不是 因为刚才一分老师 不小心被卡出去了 被我的给闪退了一下 所以现在的话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嗯 可以是吧 好 可以啊 会有一点点啊 会有点闪退 我会有点闪退 所以如果你们突然发现 伊菲老师不见了 突然发现 伊菲老师不见了的话 你们就觉得 伊菲老师肯定是被挤出去了啊 不过没有关系 如果这里的同学 你们看不到老师画面 那你们退出去 重新再进一次啊 一定要记得 如果是只能听到声音 看不到画面 那你就退出去 重新再进一次啊 老师不见了 老师被悟空给抓走了啊 谢谢 好了 现在的话重新进一次啊 进一次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啊 好了啊 刚才老师是不是给你们讲到外形啊 外形 因为形的话 刚才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种形 这种形我们都是以眼睛能够看到的 对 对 以眼睛能够看到的 说它的话 再过来一下 它就属于外轮廓 属于这个形里面的外轮廓 但是 哦 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支点了 这里这个支点 我先这么给同学们说啊 同学们以前有没有听老师讲过 我们平时的一个上色的一个部阻 因为这个树苗关系 它直接就是联系到我们的一个上色部阻 第一个是我们的线条的一个怎么样在一个物体上面去画线条 是不是 对 还记得吗 有没有记得的 悟空改行了呀 悟空早就改行了好吗 是不是 这个形的话 一般我们在画这个物体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 不是你们所看到的这种直线 它都是有一定的方向 是不是 都是会有一定的方向性 所以说我们刚才的话 为什么要讲这个类的类结构 等一下我会教到你们 为什么要讲这个类结构 以及类结构 怎么去找的啊 对 这个看不到没关系 看不到没关系 因为它就是一个文字啊 就是一个文字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外 外结构 外结构是哪一些呢 就以它为例啊 以这一 这根香蕉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首先让你们区分啊 哪一些是 什么是外结构 什么是类结构 建议的话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你们能够看到的 就是外结构 你们能够 眼睛能够看到的 就是外结构 这样说能懂吗 比如说这个纤椒 你们有发现 你看我的鼠边啊 你看纤椒一根一根的 这里是不是 它的一个外轮廓 我们能够眼睛可以看到的 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 这根纤椒 这个纤椒你们可以看到吗 对 能够看到吗 这里纤椒的话 先对来说 这个轮廓能不能看到 可以是吧 因为这个像 每一根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的话就是外轮廓 外轮廓的话 就是指我们的眼睛 完完全全能够看到的东西 还就是外轮廓 那我们来看一下内轮廓是哪些呢 内轮廓的话是眼睛看不到的 是我我们晃显出来的 我们晃显出来的 因为人的话都喜欢这种一显天开 是不是 说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为了让我们的物体能够了解的更清楚 说这个时候的话 你们有没有发现 像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啊 我画的这个结构图 这不是我画的结构图啊 这个结构图里面 它有这种一 这种小圆圈 有这种小圆圈 有看到吗 头有点昏 是吧 那老师就纪念少一 少一啊 你们有没有 是这个啊 是这个 是这个在让你们眼头昏 还是说老师移图片呀 好了啊 你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再回到上面来 好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梨子 啊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梨子 看一下 你觉得你平时看一个梨子 能不能看到这么多根线条 能不能看到 能看到的话 给老师刷个一啊 看不到的话 给老师刷一个爱 对结构素描 对结构素描啊 嗯 不会吧 我们的我们的风华正貌 你能够看到是吧 能看到的话 给老师刷个一 不能看到的话 给老师刷一个爱啊 对 所以我们有通过刷一 是什么意思呢 刷一的话 就是因为你有透视眼 所以我们刷一的同学 眼神都很好啊 因为你们有透视眼 你们都可以看到 类结构 是不是 但是一般的同学来说 都是看不到这个类结构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老师就要带着你们 一起来分析 这个类结构是怎么去看的 说这里的话 虽然说有一个梨子的 一个示范图啊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梨子的话 你们还不够的 有点复杂 是不是 我们就来先看一个简简单单的 一个圆啊 一个球 好 画这个球的话啊 我们就来联想一下地球仪啊 我这里画的不是很圆啊 不是很圆 就来联想一下地球仪 你们应该知道地球仪的话 它总是会发现有一个经纬度 是不是 有一个经纬度 总是会有一个经纬度 说说这个结构线 它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经度 一个是纬度 说这两个方向的话 它有 你看 老师作为一个美术老师 多不容易要教你们 什么地理啊 要教你们物理啊 好有两个方向是不是 因为像地球仪 经度跟纬度 它是有两个方向来说的 所以说彩绘画里面的结构 它也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 一个方向是从下面 从上面往下面 这个是可以相互变化的 从上往下 从上往上都可以 随便你们 随便你们是不是 另外一个是 从左往右 从左往右啊 如果是有左右部分的同学 也没有关系 因为什么 因为从右往左也可以 也可以 就这么讲的 那我们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从上往下的这个结构 像什么样子的 从上往下的话 我这里啊 因为老师的话 既要承担起一个 叫你们彩线 还要教你们一个捏头啊 还要教你们雕塑的感觉 你们有线平泥吗 有的话可以拿起来 跟老师一起来啊 你看把这个线平泥给它 给它转成一个圆圈圈以后啊 一个球啊 一个球以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来找 从上面往下面 怎么去找呢 其实它有很多个角度啊 我们随便找个角度 你看 从上面 它肯定是由从这个点吧 这个最上面 这个点出发 对 最上面的这个点点出发 慢慢的沿着这个物体的外轮廓 外轮廓就是它的表面来进行 再回到出下面这个点 是不是你们会发现 哎呀 伊菲老师 它形成了一条弧线 它形成了一条弧线 这个弧线可能我们就 哎 右边看有一条 我左边看 我上面看 我下面看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条呀 如果是人 想象出来的话 这种从上面往下面 从上面往下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 结构线 对 无数条 因为这是我们显现出来的 你可以说无数条 也可以说只有两三条 都可以 这个的话 就是从上面往下面 所以我在这个画面里 我稍微给它戴一下 稍微戴一下 这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 还有 还有一些结构线 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画面中 给表达出来的 就是说 你前面有了 你后面肯定有 说后面它也鲜硬的 会有到这种结构线 所以我这里的话 也稍微戴一下 那我重新画一个 这个太小了 看不清楚 这太小了 重新画一个 因为画的线条太多 怕你们看得眼光 你看 你看这个的话 就是从上面往下面的一个线条 好 我就稍微画几根 还有的话 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在后面 在后面的一个面 所以我这里的话 也给你点一下 这是我们眼睛透进去看的 对 这是我们的眼睛透进去看的 还是太少 少了 还是太少了 我放大一点 好尴尬 这个也不是很大 对 我后面画了以后 画了以后 发现也不是很大 放大一点 大家看一下 大了 大的话可以看到 你看 这一条线的话 就是我们眼睛 假设 这种结构线 我可以把它画到纸上面 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看到的 前面的这个结构线 另外的话 后面这个结构线 它是眼睛看不到的 它是眼睛看不到的 给你往后面进行一个 我们是说什么呀 透视眼 是不是 透视眼 是不是 我们透过去 说后面的话 就用我们的这种 这种虚号给表达一下 这种虚的表号给表达一下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从上面往下面 从上面往下面 所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构线 那我们是不是从上面 还往下面 还有从左往右 从左往右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画面 从左往右的话 你们会发现 哎呀 从左往右有点不举眼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球体 球体的话 就像我们的赤照一样 从左往右 它的这种长度是不厌的 是不厌的 但是它也是根据物体的这个表面 根据物体的这个表面 是不是 这种最表面所去画的线条 说我这里的话给你们画一下 纬度 是纬度 因为从左往右是纬度 赤照是纬度 你不要骗一分老师 一分老师读书少 不要骗我 你看我先把赤 赤照给画出来 赤照画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是先印的 好 把所有的从左往右的线条 这种结构线 这所有的线条都是 它不是它所拥有的 都是人为的给它一显天开 给它找出来的 是不是 你看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 从左往右的线条 那里面先对应的 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也可以稍微的画一下 所以你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看一个球体 一个圆圈 一个圆 后面的话就经过添加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结构线 是不是它就会给人感觉 已经有体积感了 是不是已经给 同学们感觉有体积感了 是不是 嗯 说这个时候的话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物体 是以球为例子 我们再回到稍微啊 对 突然很立体了 是吧 你看 我最开始画的是一个 是一个圆圈吧 这是一个圆圈啊 有夸张的意思啊 这是一个圆圈 但是我们把这个结构线 画出来以后 它是不是有了 这个体积感了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体积感 这个啊 这个结构线会让我们的画面 有出现一个体积感 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个点 是要学会怎么样 你去找这个啊 结构线 内外结构线 内外结构线 啊 啊 为什么最外面的那个 不是往上面啊 是往下面突嘞 你哪一个呀 哪一个呀 你能告诉我吗 这个吗 维度呀 维度怎么了 维度往 不是往上面突 是往下面 哦 这个我有点没有理解啊 好 好 慢 睡啊 如果卡了的话 你就 你就 你就这样看 好吧 好 如果你没有理解 你就这样看好不好 你看这样看是不是一样的 这样看 刚才那样看的话 就是我们往下面看 现在看的话 就是往上面看 是不是 一样的是吧 一样的啊 所以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啊 对 一样的 嗯 一样的啊 好 不要 好 我们现在的话 学会了结构上是什么了啊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同学 老师刚才给你们说了这个结外 内结构线 内结构线是什么一个意思啊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 给老师刷一个一 明白的话 给老师刷个一啊 嗯 明白的话 给老师刷个一 刷起来啊 如果是有什么没有明白的话 给老师刷一个 刷一个二啊 刷一个二 或者刷个三呀 都可以 随便你们啊 这不是刷一的同学 就是还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结构线以后会贯穿到我们的一个画面的 我们以后上色呀 找素描关系呀 上颜色呀 画线条呀 它都是跟这个结构线是完全相联系的 对素描要表现体积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素描要上色啊 我们的墨指 以笔画 惆怅同学啊 惆怅同学 告诉一位老师 嗯 你哪里没有懂 你哪里没有懂 给老师说一下啊 你看我们的结构线 我再说一下 我们这里结构线 它有一个内结构跟外结构 外结构就是我们眼睛可以去看到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这个仙招 是不是这个外轮廓 是我们所有的同学 眼睛可以看到的 是不是 那我们的内结构是什么 内结构的话 就像我们一个人啊 比如说像现在 现在举个例子 可能是胡歌呀 嗯 他如果哪天没有穿衣服是吧 没有穿衣服 那你是不是可以看到这种 呃 外面的这种 呃 这种肌肉的轮廓 是不是 但是如果呢 你去看看一个肋脏 如果你不怕解剖以后 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它里面的东西 它身体里面的东西 是我们人为的去显现的 所以一飞老师 这样解你们懂了吗 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外面的 但是我们里面的东西 对 如果想看到里面的结构 那我是不是把它解剖解剖 我再我或者说我去显现一下 对 对我们的啊 三八吉他可以逼操 可以逼操 现在的话 也就是显一显 是吧 对 懂了啊 懂了 意思懂了就可以啊 说这个的话就是类结构 那我们的类结构的话 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它 什么是类结构了 所以说这里的话 要来找出类结构 怎么去找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怎么去找这个类结构呢 好 那我这里的话 先给你们看到这张图 这一张图的话 是离子的一个结构图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离子的结构图的话 其实它比这个地球仪来说 比这个地球仪来说 还要复杂一些 是不是 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线已经不是 圆弧似的 它会根据物体的表面起伏 它会有到一个很很很 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变化 因为这个我们这里 你们先看一下 一飞老师 一飞老师再给你们 做一个小的东西 蛮好多吗 没关系 我们从我们从月圆 慢慢的在小学 在高中好吗 好了 我这里的话 类似做了一个保宁球的 一个样子 这种保宁球的一个形 我们以它为例 它也有点像 有点像这个什么呀 有点像什么呀 有点像花生是吧 以前我捏了个东西 它说像花生的 我们以它为例 我现在的话 就先把这个保宁球 一样的一个形 先给它稍微给它找出来 我们一起来学会去找一些 不规则物体的一个形 因为刚才我们看的这种球 它都是规则的 是不是没有什么枣头 也没有什么想找的 我们就找一些不规则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类似于像 像这种保宁球 或者类似于像花生 都随便你们 都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一起来找一下 这个物体的一个结构线 外结构线 我就不喜欢你们找了 因为外结构线 是伊菲老师 先画的这个外轮廓 是不是 你看外结构线的话 就是伊菲老师 画的这个外轮廓线 对 外输完成 是吧 你看 这个外面的这种线条 是我们眼睛 可以明确的看到的 你看物体的外轮廓线 不就是这个吗 不就是这个吗 是不是 眼睛可以看到的 这个的话不喜欢你们找 那我们来找类结构线 这里的话 伊菲老师要求你们跟着老师一起来 你们去跟老师画一个一样的 这种类似于花生的东西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首先从上往下 上下左右 你们来找从上往下的 我先带着你们找 等一下我换一个物体 你们自己找 好不好 好 我先带你找 首先我们从上往下 你就这样看 你就把物体 从这样去看 眼光是这样去看的 眼光就是看上下的弧度 那我们上下的弧度的话 那我们就是看这一个边 你看是不是 从上往上 上面 上面 下面 是不是 那我们就看这外面的 这个表面的 这个起伏 我们很多同学会聪明的 而老师最开始 他就是这个顶点里面 最里面这个点 慢慢的往外面凹出来 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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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里面收进去 像我们的人的腰一样 再是这个是臀部 再往外面凸出来 再往里面收进去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构性 不是看到的是我们人为显现的 我们刚才有位同学说 老师是不是歪歪的 是吧 你也可以当是歪歪的 随便你们 你看 你看 好 现在的话就把这根线条给找出来了 其实这里的话应该 中间如果再能加一根就好了 加一根的话会好一些 它是往 刚好是对着我们的这根线 你看从上往下的 我这里问一下 我们同学们你们字能不能找出来 从上面往下面的 能找出来的话 给老师刷一个1 没有什么问题 等一下你们自己要找的 我告诉你们 好了 从上面往下面的没什么问题 我们看从左往右的 从左往右的 你看左边往右边 那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 小的东西旋卷一下 旋卷一下 你们有没有看到 从左往右 这个东西刚好就是这种弧度 这种一个圆圈的东西 但是因为它所在的位置不一样 这个圆圈的大扫有点不一样 是不是 好了 那我们就也是一样找一下 你看 看这里的话 有点像我们的地球1了 你看这里是最胖的 不是最胖的 是稍微上面比较胖的 好 慢慢的话 它要往里面收了 要要收一下绳子 腰部的地方 是不是往里面收进来 这个圆弧 它又少一点 慢慢的往外面 它又开始盼起来了 所以你看 我把摆在我旁边 你看我画的这个结构线 都是跟物体的这个形式 最外轮廓 最表面的轮廓 是一模一样的 好 看到了吗 我们如果是能够有个透视眼 你们看到人家 特别我们这里有没有男生 如果是你们想看到这种透视的话 这里面它还是有一个一样的一个虚调的线条 所以我们把这个虚调的线条也可以带一下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把一个类似于花生的这个那个形给它找出来了 对因为越到下面它弧度会有所变化 因为像这个 这个有点像平口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它是比它没有那么没有那么胖 所以但是我们到中间的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它是最胖最胖的 因为它是这里 它最胖的一个肚子 这个心 所以说这里的话 我们就稍微把这个弧度画大一点点 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我重新找一个物体 重新弄一个物体 让你们自己去画结构 想你们要自己去画 换完了以后 你再发到我抽两位同学 发到我的 发到我们屏幕上面 好不好 发到我们屏幕上面 我弄一个简单一点的 全客衣服老师有这个捏人 捏泥人的手艺 我会想把外轮廓发给你 你看我们就来弄这一个 它有点像那种 有点像什么型 有点像一个掉坠的一个形状 是不是 我先把这个形画给你们 我先把这个形给你们发出去 你们就按照老师发的这个线内的形 你自去把这个左 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的这个结构线给找出来 OK了吗 对水第一行 好了 我们这里的话 所有的同学你们都要去画 因为这个很简单 是不是一直笔都可以考 也不需要你们去换笔 等一下的话 我就随意的抽三位同学 把你们的这个照片发给一芬老师 就OK了 好了 我现在想一下找谁 这是作业 现在就要 现在就要画 因为你们的一定是这种了解 这种干性的东西 一定是当时就要把它掌握得很明确 不然的话 等到你下课再画 那你可能都忘记了 是不是 嗯 你在吃 你在 你在吃饭 是不是 在吃饭的同学就放过你 我们的文集 不可能所有的同学都在吃饭 我们就老师 来 我们来先 我先不找你们所有的同学都去画 除了有这种特殊情况的呀 可能在使手间的呀 是不是 或者说什么带宝宝的 带宝宝的话 你们就稍微 如果宝宝听话的话 你可以画一下 如果不听话的话 你下课画 下课画给我 嗯 好了啊 快点 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现在是33号 34号 好 你们不要 你们先不要发 好不好 因为等下老师会抽同学嘛 万一别人按照你的发了嘞 或者按照你的去画了嘞 是不是 你就很吃贵了嘛 你们去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嗯 因为以后的话 我们会会 老师会在课堂那抽我们同学啊 因为就担心你们在听课的时候 是不是有认真听课呀 说老师会抽你们答问题 第一个 如果是我老师抽到你的时候 你没有给老师 直时的回应我 那就证明你可能没有听课 你可能是在挂机的 说如果是发现一次的话 发现一次就算了 如果是第二次 还是这样的话 那老师直接就说 你这节课就逛课了啊 就说你一直挂着的 你但是换课了啊 换课的话 就是影响你最后的一个考试成绩的 嗯 好 换好了是吧 我们撒成四了啊 好了啊 你们不要发图啊 等一下老师抽到那三位同学再发图 好了 我这里的话随便抽啊 我们的牛奶咖啡啊 这是老师一个耻辱啊 牛奶咖啡啊 还有我的啊 我们的风华正帽 还有我们的啊 普攻啊 不出以前的同学 啊 行走的棉被啊 行走的棉被同学啊 啊 因为行走的棉被的话 应该是 新学院啊 第一次来上课啊 啊 也抽一个行走的棉被 还有我们的 咖啡 咖啡 我们的咖啡奶茶 我们的牛奶咖啡啊 好三位同学啊 下一个老师刷个一啊 证明你到啊 不是你啊 我们的牛奶咖啡 还有我们的行走的棉被 另外还有位同学 哎呀 因为还有位同学 一份老师忘记了 怎么办 我突然短路了 老子 还有我们哪 一位同学啊 风华正帽 风华正帽 对 风华正帽 不是你啊 风华正帽 啊啊 来 先给了 应该在还是在的啊 你告诉一份老师 把你们去画的这个图 给老师看一下 没有叫你啊 我们的卖岁 没有叫你啊 对 好 你们把你们的画的作业 发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面来啊 你们其他同学就发群里啊 哟 他发的太多了 我会看不到 好不好 嗯 对 行走的棉被 我看到了 OK啊 还有我们的 夏年 夏年位选手 赶快出来啊 一个是我们的风华正帽 还有我们的 呃 牛奶咖啡啊 牛奶咖啡 施老师的这个牛奶 施老师的一个耻辱 好了啊 嗯 红太盐 上一次来早一点 不然的话 你跟会跟不上的啊 所有同学们 一定要说是来早一点啊 一定不 最好不能迟到 你不会发的话 你发群里 我也是可以看到的 你们的作业发群里 一个老师都可以看到 牛奶咖啡怎么了 牛奶咖啡在课堂吗 在课堂上 给老师调个一啊 嗯 证明你在嘛 是吧 你存在 你老师卡呀 卖岁啊 啊 卖岁卡是吧 嗯 卖岁卡的话 是你的网 有点问题吧 因为好像其他同学都不卡 呃 那你可以试一下 这种大网卡好不好 这种大网卡 好像是 呃 一块钱500兆 还是800兆 所以一天的话 呃 如果上个课的话 你就花一块钱 也可以了啊 它比这种无限 可能要好一些 稳定一点啊 牛奶咖啡 我们的咖啡到底去哪了 我们的马咖啡去哪了 好 咖啡不见了是吧 好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雨萱老师要先记一下 一次没来啊 一次没来啊 对 一次没来就换一个啊 好 换一个换谁呢 换我们的走廊镜头啊 我们的呃 走廊镜头同学 因为他的话比较低调 就是喜欢点这么低调的同学啊 被咖啡被喝了是吧 好 走廊同学啊 走廊啊 不会又不会到吧 呃 不要紫老师包不要这么美好吗 好 我们的呃 走廊同学啊 走廊镜头快点啊 对 那你把你画的这个结构图发给伊菲老师 因为今天伊菲老师只是让你们画一些比较简单的 以后的话 我们可能会画这种苹果的呀 还先教的都会画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好 一定要积职一点点啊 嗯 好 我们的牛仔咖啡啊 被记了一次了啊 你们其他同学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我们的上课是一定要听老师上课的啊 如果是挂机的话 那你们还不如说不 还不如不说不来 自己去休息一下还好一些 是不是 不然又很累的啊 嗯 好了 我现在的话 我看一下我们的 呃 走 我们的啊 我们的洗手的棉被 还有我们的 风华正茂同学 哎 风华正茂同学的座椅在哪个地方 他取你是吧 好了 我们看一下风华正茂同学的座椅啊 这是他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看歌的同学 学好行走的棉被的作业 好的 另外一位的话是我们的 嗯 走廊镜头啊 走廊镜头的作业在哪里 老师不见了 我在这里啊 走廊镜头的作业啊 你先换好不好 走廊镜头你先换好不好 如果是没有点到的同学 你们把作业发群里就可以了啊 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干扰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首先就看了两位同学的作业 我发现你的作业 画得是很不错的 非常好 证明你们在这种简单的问题的话 你看这种珍珠啊 这种水滴的形 它首先从上面往下面 是种也是这种圆弧 但是它会因为你这个形 这个线条会有所的变化 是不是 你看在下面的时候它比较胖 所以我们在线条的话 可能在下面的时候 它的弧度会大一点 是这样的 是第一个啊 走廊镜头我看到你的作业啊 第二个的话是从左往右 从左往右的话 你们可以发现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我这里还是比较一个均匀的 一个这种水滴 是慢慢的上面比较细比较小 慢慢的到下面越来越胖 越来越胖的这种形状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同学 你们的作业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们的话 作业还要再严谨点 我感觉到说 嗯不是特别严谨 不会特别严谨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结构线啊 好 我这里说了结构线的话 以后 以后 你们所有的排线 所有的排线都是按照 物体的这个结构去画的 这是第一个啊 好 那这里的话 一飞老师就拿一个食物啊 也不是拿一个食物 就给你们释放一下 我们的一个 还是说经典教学里面的苹果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作业啊 这个是我们的作业 看到了吗 这是我们的作业啊 老师再给你们释放一下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作业 啊 你你走廊镜头啥都不会来着啊 不会啊 如果是你拿你不懂的操作的话 那你就问一下 一飞老师或者问雨萱老师啊 最好问一飞老师啊 因为雨萱老 不是 最好问 啊问雨萱老师 因为一飞老师给你们上课啊 可能没有很多时间是不是 好了 这个的话我们就怕使不掉了 我们就过去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物体 因为这个物体的话 它的简简单的一个离子作用 我们首先把外轮廓先画出来以后 你再给 因为我们同学们你们还可能现在的话 已经了解到结构性了 但是如果让你们去画可能还不是很熟 所以说你们先去拟摸这一张的结构线 懂了吗 对 拟摸这一张物体的结构线 把它的结构线给画出来 但是在拟摸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一下 它会有一些 你看这个结构线 它会根据物体 它的一个形状的变化 它会有到一些变化 你看这比较胖的就比较圆 比较扁的 它就比较方 是不是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作业 第二个作业的话 就是雨萱老师 要带着你们一起来画一下这个物体 你们看老师释放一下 为什么要释放一下它呢 因为它的话是一个不规则的 而且有没有发现它这里面 会带有一点点素描关系 好 这么跟你们说好不好 因为这里面是带有一点点素描关系的 所以老师先不给你们画 等到我把我后面的支点剪完了 我再来给你们示范 这个稍微带一点素描关系的一个物体 好吗 对 好吗 好的话给老师刷个衣 因为等一下老师还会教你们最简的一个 体型的方法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先不着急 等一下老师把支点剪完以后 我再示范这个结构图 这个结构图 其他的话不完全是结构图 因为它带有一点点素描调子 好了 我们继续往下面讲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这个纤椒 所以你们现在的话 再回顾一下纤椒 你们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个纤椒里面 看不到的这种圆圈能够出现了吗 看不到的纤椒 这种圆圈圈也能出现了吗 这个能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给老师刷个衣 作业的问题 你们不要着急 老师最后会给你们剪的 好不好 你们现在不着急 最后的话老师最后会给你们剪的 不要纠结这个小问题 明白了 好 明白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好 明白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是纯素描 关系里面的结构素描 结构素描的话 就是说它就画结构线 画一点点吊子 有的物体 它甚至一点点吊子都不画 但是这个物体的话 它带了一点 你看这个瓶子的瓶口 你看从上面往下面的结构线看到没有 从上面往下面结构线 还有从左往右的结构线 能够明白了吗 能够明白了吗 以后的话 以后的话 你们假设再一次看到这种物体的话 你就要知道这种虚的线条 这种虚的线条不是说它真的是有的 是人为的去分析它去把它一显天开去画出来的 这是我们的结构线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正式过渡到素描里面的三大面跟五大吊子 我们先来看三大面 三大面就是简简单单的 非常简单的三大面 因为我这里给你们说吧 你只要把这个结构线画出来 你的物体就是有体积了 就有体质 为什么很多同学的物体就是画的平的呢 就是因为它在画的时候 线条都是直的 完全没有根据物体的一个结构线去画 好了 木槿画 如果你有事情 你可以请假的 好 我知道你请假的 好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大面 三大面的话 它有两个说法 我们其实最容易记得就是黑白灰 我们来看这个物体 来看这个物体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石膏体 它是放在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环境下面 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环境下面 是不是 咦 你看这个石膏体的话 是发的一个非常非常光线 是从左往右边来的一个光线 首先的话你们要确定光线 光线以后黑白灰 这个不是老师给你们讲的 我们同学们都明白了 黑的话就是在这里面 最暗的这个面 最暗的一个面 这个面的话 我这里要给你们剪一下 我觉得我不 感觉我是一个很操心的老师 还是给你们剪一下 好不好 好的好的 你们这个黑白灰 算老师给你们分析一下吗 还是给你们分析一下好吗 因为我怕我不分析的话 我们同学们可能又会有点小疑惑了 如果是同学们已经是能够明白的 没关系 你们就加钱一下好不好 你看我这里的话就很简单 画成了一个 它不是正方体 它是长方体 但是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它反正是一个体就可以了 画出它以后 首先我们要确定 为什么会出现三大面 因为光线从这里打过来 是不是 对肯定有光影关系 我们这里肯定要过度的光影关系 因为光线从这里打过来 是不是 光线是从左上方打过来的 所以这里的话你们会发现 在这一个面 它会完完全全被光线挡住 是不是 我们假设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食物 三大面五大调子 是不是素描关系 是的 为什么是左上方 我们就随便你假设它是哪个方线 这是人为定的 人为定的 因为我的光是从左上方打过来的 所以我就定它为左上方 你看这个小的 你看这个线皮擦 是不是 它也是完完全全符合我刚才说的 是从左上方的光线打过来的 你看 看到没有 是完完全全 这个从这个左上方打过来 首先的话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光线打过来的时候 这里它会有一个背光区 有一个背光区 就是完全逆光的一个意思 逆光懂吗 对 就是一个逆光的意思 就是刚好这个地方就是完全被 因为它物体的结构是这样的 它的形式是这样的 它刚好是把这个光线给挡住了 说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 它也叫背光 也叫背光 它是有 它也叫逆光 也叫背光 它是你是一个背光的地方 是不是 是一个背光区 是不是 背光区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眼 它是一光都背了的话 那颜色肯定是特别重的 因为它没有光线的一个照色 说它的颜色是比较重的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你看一下 好 那先对应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受光面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受光面 就刚好是光线照过来 照过来 就是受到了光线的一个照色 说它是一个受光面 所以这里是最练的 最练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叫什么 侧光 这个地方它的侧光 侧光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光线 因为它这样打过来 是不是 这里的话 它也不是往往全然背光 也不是受光 它是稍微受了一点点光 就属于它一个侧光的地方 对 好 老师这样分析以后你们懂吗 为什么画面 它有的地方要念 有的地方要按了 懂了吗 懂的话给老师塞塞个一 塞塞个一 我们昨天有问题说 老师我想问 结构像是两个方向叠色 两个方向都要叠吗 这个会根据实时情况 一般都会两个方面 两个方向的话 它都会有一些线条出现的 好了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是吧 没问题了 好 没问题就很简单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 那刚才一张图 刚才一张图 因为我们的一个三大面 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的话 就是这样的 这里是白色的面 白的 因为它比较练嘛 就是白的 这里是比较重的颜色 黑的 这里的话是属于不白不黑灰色 不白不灰黑色 是不是 所以说黑白灰三个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说法的话 是这样子说的 因为在绘画里面 它是分为面块感的 你看 最黑的地方 它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暗面 因为颜色很暗嘛 是不是 它叫一个暗面 它这个灰色的地方 也叫灰面 所以它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小灰是没有变化的 还有练 白色的地方 它就叫一个练面 OK了 就这么简单了 就这么简单了 老师 我能看到你的字 红太阳 我能看到你的 你发的信息 我可以看到 好了 这个的话 我再问一下我们同学们 三大面清楚了吗 清楚的话 给老师刷一朵花 你们很棒 清楚了以后 我们来 我们来 清楚了以后 我们来 来干什么呢 因为三大面 是干什么用的呢 因为我们绘画里面 它的 如果你想要你的画面 丰富 多彩 让你的画面有看头了 怎么办呢 需要三大面 需要有一个三大面的光系的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一飞老师又来 搞事情了 搞事情了 我们一博说好困呀 好困的话 要不然你自己 给你自己打一下 要不要拿根针给你 以后老师 快递根针给你好吗 以后一飞老师 快递根针给你 要让你自己用 好了 又出现我们这个苹果了 可怕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的话 年龄有点长 有点大了 所以我们也不用纠结 它是不是已经砸满了 皱纹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首先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三大面 我这里稍微给你们 你看 我就直接放在这里 把光线是从这个地方打过来的 光线是从这个地方打过来的 所以我这里的话 嗯 把刚才那个再放一下 哪个 这个吗 你说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老师忙足你们 哎呀我还抱顶啊 是这个吗 哦 这个你们 你们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对 好看了好了啊 看好的话 我们就把它缩小了啊 好 我们拿出来啊 拿出来 你们来去找 我这里的话也 因为这个苹果实在是 已经老的不行了 已经做的不行了 也不能再放它 放 我就给你们画一条像 哦 有点恐怖 不敢搞 不敢搞事情啊 好了 你们这来看 我这里的话给你们点一下 你看这里的话 我们不管多了 不管多了 算了 这个苹果不好 这苹果有点腻啊 有点腻 我们换还是换回我们的 我们的扇皮 扇皮菜也太简单了吧 这好尴尬呀 没有这么又 没有什么特殊好的道具啊 因为以前的话 我都是用苹果做释放的啊 都是用苹果给你们看的 好吧 那就还是让苹果来吧 这个苹果已经又太皱了啊 说的老师没有想到 这个苹果皱得成这样子了啊 说老成这样子了 没办法啊 所以我们还是以它为理 好 我这里的话 稍微给同学们画一下区域啊 你告诉老师 告诉老师啊 哪些地方是我们黑白灰 你能不能看懂 好 这是一号 这是二号 这是三号 好了 黑白灰啊 一二三来 一二三我也不抽 你们抽你们了 就是你们按照一二三去排训 把黑白灰找出来啊 这么简单 嗯 要多着人造具啊 我这是好多道具的 其实是我以前用的嘛 我先这几个用的是一二的 我就没有去买苹果了 然后后面发现这个苹果实在是老的 不行了啊 好 一二三告诉一菲老师 一号是什么 二号什么 三号什么 这个的话就不需要点同学了 很简单 超级超级简单啊 一三爱 你要告诉一菲老师 一是什么 爱是什么 三是什么 我也知道是一三爱呀 啊 一三 黑白灰啊 黑白灰的话 你们可以扩展一下思维啊 暗部 念部 灰部 也可以扩展一下思维啊 嗯 好 OK了 OK 停止停止 好 我们来看一一的话很明显嘛 一的话是属于这个区域的话 基本上是属于整个画面里面最重的那一个颜色 最重的那个颜色 所以他的话是什么呢 暗部 也叫黑色 也叫暗部啊 我以暗部来表达 因为暗部的话更好听啊 黑白黑白 黑的话也给你带一下 因为有同学可能会会转换不过来 是不是 好 一的话就是黑色 二号的话就是一一一眼就可以看到了是灰部 三号的是什么呢 三号就是特别念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们的念部 很念的地方念部 它也叫白色 说中和来看的话 我们正确答案的话 是念黑灰白啊 黑灰白 黑灰白啊 正确的同学给老师刷个一 有错误的同学给老师刷个一 我看一下 有没有同学是出现了错误的啊 啊 还有些同学是不好意思答的啊 不好意思答的话也没关系 你错了就错了 我们一定要如实的面对自己 再把它改正过来 你还是个好孩子啊 嗯 没有问题是吧 啊 没有人刷啊 好 那老师很开心 好了 这是我们要学会的黑白灰啊 这是一些相对来说 不是很规则的物体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物体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啊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啊 刚好是 刚好是 现在刚好是快九点钟了 我们收拾到九点过五分好不好 嗯 对 收拾到九点过五分啊 因为我们的话老师也要喝口水啊 你们可能也要吃点东西啊 也饿了啊 特别是看到老师是这个老年苹果啊 可能也饿了 已经饿了 好是吧 我们就收拾到 嗯 收拾到九点过五分好吗 嗯 老师我下了呀 卖水啊 太卡了是吧 嗯 那太卡了的话 你下一次的话 一定注意这个网啊 我建议你是去弄在那种 嗯 大网卡 一天的话花个一块钱 它就很应该就还很好 因为它是留恋嘛 对 西蛙呀 这个青蛙有毒啊 以后这个青蛙会死掉的 你们 你们最好不要演 不然的话 你们以后会伤心死的 对 这女西蛙我也弄了 它以后会死掉的啊 所以你们最好不要演啊 你们这个时间的话 我们休息的时间 如果有问题的话 有前面的支点 没有懂的话 就给老师提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青蛙的话 它当你到一定的级别以后 它就会死掉的啊 可能是被解剖的 也可能是被吃掉的 好像是各种原因 它都会死的 老师你要办大网卡业务吗 我不办呀 我办什么大网卡业务 我是 我是刚好有一张大网卡 我有这个经验 特别是我们有的同学是 刚好是有 刚好是有这种情况吗 是每次上网是卡吗 是不是 嗯 我没有声音了是吗 老师没有声音了呀 对啊 你们不是 那个移动好像有一个套餐 是90多的吗 它不是不限牛链吗 也可以呀 你都有一个 以后的话 我可能会弄个这个套餐 我觉得还挺好的 修饰去了 我不是在这里吗 老师又被草莓抓走了 谢谢 那个游戏叫什么 叫女行青蛙 女行青蛙 对 好的 我们的诸葛 你回去 如果是你在骑车 你就不要听了啊 你在骑车 你就不要听了 你先回去 因为下雪天的话路特别滑 你还在骑车的话 你先回去 你再听啊 因为安全 安全一点好一些啊 好吗 我们的女夫诸葛啊 到时刻 17 17 啊 吃花草莓呀 少园无线网 哎 少园无线网还可以 好 我们公司的话 陈东生有人在我们这里 就是说 罢了总 就是一个地方嘛 就一个月30块钱 也是无限流量的 我觉得还可以啊 用就 你们可以弄个大草饭呀 什么的 对啊 马晓科同学啊 你这样会拿仇恨的 因为我们这里有111位学员 连点透视还没有画呀 连点透视还没学会怎么画呀 好了 我们呢 还有几分钟 我们再看一下 我记得我有个发个图 吃烧烤 这种大雪天的话 吃烧烤 人家都不来了好吗 以前我们下班 安妮的话 有个烧烤汤 特别好吃 现在的话都都都都都 都不营业了 人家要回家过年了啊 好了 再换点点透视是吧 我们连点透视不知道怎么画的 你看一下 首先确定好这外围的一个 这个霉红色的这个框 再去找到这连天上的终点 拉成连成啊 划成一个十字架 是不是划成一个十字架的话 随便去确定两个这种消失点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距离这个 正方形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长啊 这长度是一样的 就是说大小你可以往后面的 也可以往前面一点都可以 确定好了这个的话 你再确定 因为每一个正方体 它的这条边都是一样的长度 是不是 而且它刚好在这一条 正方形的啊 我这条红色的线条的这种上面 所以你把这个位置给确定下来 因为它都是一样的长度 所以你就把这个长度给确定下来 确定下来以后 直接用这个点连到烧湿线 去连到烧湿店 就确定了这个长度 就这么简单啊 很简单的 我们的学院有内蒙的吗 好了 我们同学们应该我们的书子行啊 书子 我指寒同学啊 明白了吗 有内蒙古的吗 你是想代购牛肉吗 天哪 你们大这么便宜 12块钱一斤 好了 起来 树线怎么确定呀 这个树线还不容易呀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树线条 都是直接啊 它都是长度线的 直接从上面画一根下来啊 你看就把三个正方形的 正方体的长度 这种树线都确定好了呀 是不是 嗯 直接你看成的 你画一条线条下来的话 就确定好了吗 就这么简单呀 给我来三斤 谢谢啊 给一菲老师来三斤草莓 老师过年会放假吗 肯定会放假呀 我们是十 就我们应该是二十大年 大年的话 不大年三十的话 不是三十号过年 还是三一号过年呀 我们是二十八号还是二十七号 二十七号啊 就是这个月的二月十二号放假 对 爱月十二号放假 爱月爱十二号上班 嗯 就放十天价 十天价的话 老师会给你们布置两个作业 就是两个课外作业 两个课外的作业啊 如果是你们回老家的同学 你要提前把这个图片 就是上传到你的手机上面呀 或者说提前把工具拿了 嗯 十一号你放假是吧 不回来的同学的话 有网的同学的话 你就可以听一下以前的录播呀 浴室一下或者说巩固一下呀 画下课外的作业啊 因为刚好过年的话 如果是因为过年我也知道 就是平时也是一家人在看一下电视 如果是呃 玩下牌 如果是你不想看电视 不想那个什么的话 你可以稍微利用这个时间 呃 没有作业的话你们肯定很烧张了呀 过年都过的真的是要要把他自己给 过的真的是以后不想上课怎么办 所以说还是要给你们布一点作业啊 放假40天 你看这是老师 我们的拥抱太阳啊 好了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继续上课了啊 可以的 如果你想要哪一期的话 等一下你去让雨晨老师给你 或者我有空的话 我给你的话也可以啊 好吗 嗯 过年上班该满 过年底会满一点啊 但是过年以后的话应该还好 好了 我们现在的话回到课谈了 不聊过年的事情 过年的话 我们的话会提前给你们说的 已经说过了 而且的话 作业我会在 嗯 这个月底的话 我就会告诉你们 要画哪些作业啊 对 我这里给你们说一个点啊 你说这个线条 我显起来了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点 就是说你们的线条有个问题 你们的作业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突然显起来 我要剪一下啊 不剪 我觉得我会 我会有点那个什么的啊 首先的话 因为你们同学们有没有追到 有很多同学的话 线条画得很粗很粗 有很多同学的话 线条画得很粗很粗 我要求的是 我们要有那种细线条 因为粗线条是很容易画的 你们有发现 这种很粗的线条 是很容易很容易去画的 也很容易去掌控的 但是说 如果让你去画像这种细线条 它其实难度会高一点啊 所以你们试着去画像细线条 而且 嗯 我们我发现个点 就是说我们 把线条排成面的时候 有图片是这样给我排的啊 这感觉有点像平图一样啊 有点像平图一样啊 有没有这种情况 对粗的一下就画完 有还有同学在画的时候 感觉用纸啊 用这个笔是这个 这个侧面去平图的 好 这线条感觉今天有点不是很高清啊 好 等一下 好 应该像好了吧 好 ok了 但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有图片是直接去用这种侧风去平铺的 有没有这种同学 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你在画画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把线条画成一根一根给它排成个面 如果你们穿这种问题肯定是你在画这个时候你没有抬起来 你就直接 而且你也没有试着 因为笔的话 一画一画就画粗了 是不是 所以你没有试着把笔去削一下 或者说把笔去转动一下 转动一下 转动一下的话 它又会细一点点啊 会像一个拧着 说这个的话啊 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要注意啊 铅笔是不是不能数着画呀 能啊 画素描关系的时候 你看大面积的正确排线 是很正常的呀 画素描的什么大面积的排线啊 很正常呀 但是我们采线在练习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按照严格的去练嘛 以后你想怎么画 但是你的事情呢 我们也要把基础打好 是不是 嗯 这个是你们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红太阳好 你先去陪小朋友吧 嗯 所以是所有同学都有会出现的一种问题 好了 现在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素描里面的五大调子啊 这个素描里面的五大调子的话 首先啊 首先 嗯 我们先把这个名字给记住 我们先把这个名字给记住 我们先不管其他的好不好 我们先把这个名字给记住 啊 要 你们要背的啊 你们要背的啊 我们这里的话 我会带着你们怎么来记呢 就说根据张15 啊 啊 根据张图吧 啊 这张图的话 我再给你截一下 你们看一下 首先一是明暗真线 明暗真线是哪一个地方呢 明暗真线的话是整个画面里面 你们有没有看到物体的话 物体的话在我们的画面里面 只要有光线照顾 它都会形成一条突然感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颜色会特别特别重 有没有发现 突然啊 你会突然发现在这个地方的颜色 它突然会重一些 它会相比于宁静的地方 颜色它会重一点点 有没有发现 所以这个明暗真线的话 就是在我们画面里面 有一根这种比较重的 一个小面块的一个线条 有点类似于一个线条 其实它也是一个小面块啊 所以像这个地方 就是明暗真线 像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这是我们的投影了 投影的话是哪里的 投影就是我们的影子 投影是最容易去学的 就直接是我们的影子 就是这个地方 好 有没有看到 投影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影子 是你们自己的影子 就是投影 反光的话 反光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呃 棉帘线与这个投影中间 是不是这里有个面 这里有个面的话 它在这个物体的边缘的地方 物体的边缘的地方 靠近这个投影的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什么 它是不是有个非常链的一个面 就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面 是我们的反光 是我们的反光了 好了 这是我们反光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我们的高光 在哪里 高光的话 顾名思义 就是罪恋的一点 你是天空中罪恋的一颗星 是不是 对 你是天空中罪恋的一颗星 投影的话 就是在罪恋的这个高光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投影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点 灰色调子 灰色调子在哪个地方 灰色调子 在明暗真相往高光走 明暗真相往高光走的这一区域 它都是属于一个灰色面块 灰色的调子 这个的话 就是我先把这些 这些 它的五大调子名称 以及它大概的一个位置 我先给你们减一下 等一下 我再一个一个来给你们说 我来搞个不同的颜色 原来这是反光 对 原来这就是反光 好 我们再回来 是不是很方便了 现在 那明暗这个线到反光是什么呢 到反光是什么 这里是暗部 我这里给你们说 你看老师 这里是不是有明暗交 我们三大面五大调子 其实它是可以在一个画面里面的 其实它是可以到一个画面里面 你看三大面的话 就是暗面部 灰部 暗部 是不是很明显 这个反光就是在这个暗部里面 很明显这个反光的话 就是在这个暗部里面 是不是 灰部调子 包括灰部的面块跟高光的面部 它会包括一些 因为灰部调子它分为很多层次的 它有这种面灰面 也有这种暗灰面 这个的话 等一下老师会给你们剪的 会给你们剪的 我们首先的话来看一下明暗真线 明暗真线它怎么去找呢 其实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看我们这个 看我们这个图 它是慢慢的跟着 我来找一张图 好 我们来看这里 我们来看这里 这个物体是比较清楚的 首先我们来看棉阶线 棉阶线就是整个画面 你看 因为光线是从上面往下面照下来的 不是 是从这个侧面照下来的 光线照的特别怪 特别怪的话 我们就不要它 这好防啊 好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清楚一些 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的话 首先明暗真线是在这个区域 这一条线是不是 你看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里面是不是 它的话就是一个明暗交接线 而且明暗交接线的话 它不是一条线啊 一定要记得不是一条线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小面块 因为它不是一根线组成的 它是很多根线组成的一个小的 一个比较粗的一个面 对一个小面 你看像这一根的话 它就是一个明暗交接线啊 我再给你们截下图 长得好丑啊 丑也没关系啊 要那么好看干什么呢 是不是 要那么好看干什么呀 你看这个面团线的话 它是一个小面块啊 其实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往上面走也可以啊 因为这里的话也可以往上面走吧 它有两个 你看从这里出发 你看这个线条的话 它是基本上是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条明暗交接线 这是第一个 是不是明暗交接线的一个位置 好了啊 而且面团线的话 你看光线这样打过来 光线从这里打过来 是不是 刚好是 就是我们物体呀 你看光线打过来 就刚好 这个物体的话 就挡住了这一个地方 这个物体的话 你看刚好 面团线这里 是整个画面里面 最突出的一个地方 刚好把这个 把暗部的背光面给挡住 把暗部的背光面给挡住 是不是 好这个的话 从你们能理解吗 因为你们来看这个东西 对 还有点点是吧 这个你们不要管那么多 不要管那么多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找的这个线平里 你们有没有发现 明暗交接线的话 它是处于画面里面 最胖的一个地方 表面里面最胖的一个地方 这个区域 因为刚好 明暗交接线 是整个物体上面最练的 刚好光线再挡过来 因为这里是比较 比较表面最表面的地方 所以刚好光线 就已经就过不去了 所以它这里就形成了一条明暗真线 就形成一条面团线 所以这里的话 面团线我们同学们能理解吗 是有两条面团线 好这个的话 其实面团线在一个物体中 它其实不一定只有一条 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脸条 因为它有点不同 但是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会只有一条 一般认为有一条 但是你看有的时候 它会有脸条也可能的 好了这里的话 肯定理解了吗 明暗真线是哪个位置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给老师刷一个一 因为像一般的话 我们明暗真线的话 一般是默认为是一条 但是有特殊情况吗 你看像这个物体 你看像这个物体 你看它有很多组层的地方 它是不是有很多条 还有这个还好 这个还好 主要是看这个物体 你看这个物体的话 是不是一个这种辣椒 这种太空椒 你看是不是 因为它的形有变化 所以它面团线的话 它也会有这种很多条 组成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它是有一些变化的 但是一般认为它就是一条 就一条一般是真意味的 好了这是面团线 OK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我们的 投影 投影的话老师不剪了 没有意思剪 因为投影的话 就是我们的影子 是不是 这个老师跳过了 投影就是我们的影子 它就是物体在桌面上 会形成一个影子 你看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就是影子 你看 而且影子的话 它的形状 是跟物体的形状 是基本上一致的 基本上一致的 物体是正方形 影子也 投影也是正方形 物体是圆形 投影也是圆形 OK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反光 反光在哪个地方呢 明暗 讲一下 是物体上面 最黑的那一个小面 对 是物体上面 不是整个画面 整个画面 是投影最黑的 对 整个画面 是投影最黑的 投影半圆吧 它也是一个圆形嘛 你看 是一个圆形嘛 是不是 一般的方的物体的话 是个方形 圆的物体 是基本上偏圆的 也可能是椭圆 是不是 半圆都可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反光 反光在哪里呢 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 明暗真线 哎呀 我的 绵生线 它往这个物体的 这个投影 这个边缘 走的话 是不是 它会在这个物体的 这个 下面这个地方 靠近 靠近于这个 这个投影的地方 是不是 形成一点的反光 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它会形成一点反光 而且这个反光 它只能在暗部 在暗部 它不可能说是在上面 它只存在于暗部 就是绵生线 往下面走 不是整个 它是一个暗部吗 是不是 说它这里的话 就是在暗部里面 有一条比较练的一个反光 好 这样说能懂吗 嗯 好 那你们知道反光 在哪里了吗 知道的话 给老师刷个一 反光是怎么形成的呀 反光是什么形成 我想一下 因为光线的话 它会有一些直射的线线 是不是 应该是直射吧 像这种物体发现这里的话 因为它的 你看这个地方 是会有一些光线 是很多发现过来的 是不是 所以说虽然说 处于是一个暗部 但是它也会有光线 打过来 再造回去 再折射回去 光能折射现象 就会形成一个反光 对 反射 反射 对 反射是吧 嗯 所以老师也还不是很 所以它会反射出一些光线 出来 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比较练的距 它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反光的 好 我们讲到反光以后的话 我们就来讲一下高光 因为很多同学对高光都会有点疑问 高光是哪里的 高光其实 它是处于画面里面最练的那个地方 它是画面里面最练的 有句歌词叫什么 你是天空中最闪的一颗星是不是 你是天空中最闪的一颗星是不是 有听过这句话吗 其实我这边 后面很多辣椒 很多辣椒的话 告诉你高光在哪里 说它的话是处于画面里面 说它的话是处于画面里面念步 一定要记得一个前提 就是高光绝对是在念步的 在念步 在念步 不在暗步 在念步 在念步里面最念的这一点 它可能有的时候 它不止一点 它也可能会有两点 说这个是情况一定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辣椒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这个辣椒 你看这个辣椒 是不是 你看这个辣椒光是这样打过来的 因为这个光线比较多 基本上是靠近这边打过来的 所以你看这里的话 是念步里面最念的一块 它就属于一个高光 一个高光最中间呀 对 不一定是最中间 它只能说是属于念步里面 最念的那一个点 懂了吗 念步里面最念的那个点 你看我这个苹果 好 你们来看一下 这个不是 不是一个 是很多点 因为这个的话是一个念步 是不是 所以的话你看 哎呀 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都是高光 会多啊 会比较多啊 这是个假辣椒 对 你看是不是比较多 说这个的话 就是念步 就是念步啊 高光里面的 高光里面的啊 还没有 所以说 一圈呀 也有可能一圈啊 就你看 如果是方线不厌的话 你看这个念步里面 它只有一个高光 但是如果是 方线 换一下的话 它可能会有很多个 是不是 会有很多个啊 说这个的话 知道高光在哪里了吗 反光在哪里啊 反光在哪里啊 啊 反光在这里啊 你看 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暗部里面 你看 你看 如果光线上打过来 你们会发现 哎呀 这个地方好念呀 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念 是不是 说这就是暗部里面的反光 对 暗部里面反光啊 我们来卖碎啊 哎 卖碎你不是走了吗 好了 念步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啊 念步就在这个地方 念 念步里面的高光 就在这个地方啊 懂了是吧 懂了 我们下一个了啊 懂了的话 我们还有个什么呀 灰部调子 这个灰部调子 我给你们说 它有点 有点防啊 有点防 因为灰部调子的话 它叫灰部 它叫灰部 其实你们看下苹果 看任何东西的话 你其实会发现 它整个画面里面 都不可能是留白的 都会有这种点点的灰部 所以 所以这个灰部里面 它有一种啊 纵灰 纵灰 中灰 浅灰 念灰 再到白的一个调子 所以灰部的调子 有很多层次 所以我们的话 不要太复杂 太复杂的话 我怕你们就有点疑惑 所以我们给它认为啊 认为这个地方 就是明暗阶线 往这个高光 这个周围 走的这一块 比较颜色 稍微来说 很浅的这一块 它是属于灰部的一个调子 对 因为灰的很多嘛 灰的很多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这样认为啊 就是说明暗阶线 往这个高光周围走 高光周围走啊 高光周围走的这个地方 称为一个灰部调子 对 因为灰部 它会越来越距离 这个棉阶线 它其实是越来越暗的 但是慢慢的靠近我们的派眼 是不是 靠近我们的派眼 它会越来越念 越来越念 靠近我们的这块棉阶线 它会越来越暗 越来生活无趣了 越来越暗啊 你看高光的话 我们这我们的温柔说高光是光线直接照在上面的啊 对 也可以认为这样的啊 因为光线你看照过来是不是这个面部刚好是受光面 受光面的话 它是不是有一个最练的一个星星 是不是 但是反光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光线从另外一些方向反射过来 形成一个比较念的一个块面 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的温柔也说的很对啊 我们同学们这么去理解也可以 说刚才老师说的三大面五大调子OK了吗 OK的话就给老师刷一个一啊 OK的话给老师刷个一 主要是五大调子啊 五大调子 等一下我会找图来给你们来告诉我哪里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因为说这个的话 最能考验你们到底懂了没懂的话 就是给你们来看 好了 还是以这一张图为例啊 这张图为例 12345啊 12345 告诉伊菲老师 12345个是什么 你们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在群里 因为我要抽两位同学 抽三位好吗 抽三位同学 你们可以只打前面的一个字啊 我们节约一下时间 就打前面的一个字 12345 告诉伊菲老师 他各是我们五大调子的哪一个 这里的话 我还是按照老规矩啊 抽三位同学 如果运气不好就被抽到了啊 你们其他同学没有被抽的同学 把答案发到我们的群里啊 好了 我们随便抽的 我随意的啊 我随意的啊 我们的失红4啊 失红4是8期的呢 失红4啊 失红4啊 嗯 失红4是 好我们失红4啊 还有我们的蒲公英的种子啊 还有我们的啊不啊 蒲公英的种子啊 还有我们的 偏执的行星啊 偏执行星啊 好 偏执行星就是你了 还有我们的失红4 还有我们的嗯 还有哪个同学呀 我怎么总是过去中文间那一个同学啊 失红4我们偏执的行星 还有我们的 蒲公英的种子啊 对三位同学 啊 你们自己的话啊 不要发到群里啊 不要发到我们公平上面发群里去啊 西红柿啊 西红柿 快点啊 西红柿 西红柿 在群里吗 你先告诉老师在课堂吗 西红柿 你再告诉老师在在课堂吗 西红柿还有我们的 呃 偏执行星跟我们的 啊 名字有点长 这个网名有点长啊 叫什么呀 蒲公英的种子啊 蒲公英的种子啊 啊 偏执行星呢 好 告诉老师 12345 他个是什么啊 怎么没有声音吗 老师没有讲话啊 你先告诉老师 12345 他个是五大调子里面的哪一个 偏执行星啊 要快一点点啊 刚才我看到我们的 友谈已经答了 我们的蒲公英的种子 说一是高光 二是反光 三四投影啊 四是棉阵线 五是灰布 是我们是一是高光 二是反光 三四投影 是没 啊 对 原本 好 符公英的种子 我看到了 现在的话 那只是我们的一是反光 一是高光 二是反光 三四四四五十 三十三啊 三十 那我怎么绕口了 这普通话越说越不好了啊 天呐 这普通话越说越不好了啊 说自己的热口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啊 我们的呃 偏执行星啊 快说完 说完就讲了啊 好了 宝宝醒了 是吧 好了 你去吧 先宝宝 那睡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一的话是高光了 毋庸置疑了 这么念啊 最爽的一颗星 是不是 爱的话是我们的反光 反光啊 这个地方是反光啊 三的话投影 这么简单 四的话棉人线 五的话挥布 OK OK啊 有没有同学是错的 如果有同学找错的话 你就再看一下哪里错了啊 好不好 哪里错了 有没有错的同学 有的话给老师刷一个一啊 有错的同学给老师刷个一 不要不敢刷 有什么错的地方 就是如实的说啊 这样的话 你会记忆深刻的 还有同学刷一啊 那你们还有错的是吗 好了 我们的这几位刷一的同学啊 如果错了的话 你要看清楚哪里错的 哪个地方找错了 你再去看一下这个概念啊 再会回顾一下老师剪的这个概念 好了 那我们剪完这个五大调子以后 我们稍微来过度的采线里面 四跟五啊 四跟五怎么区分不了 四的话这么重 你看四的话是明暗的线 我说过明暗的线是整个物体上面最重的一个颜色 整个物体上面最重的一个颜色 是不是 你看五的话明显就是一个恢复嘛 嗯 爱的话就是你们看错了 爱的话就是啊 暗部里面的一点少的赏光 一点点星星啊 说它是一个反光的地方 对 好了 我们现在的话来看一下树彩迁里面的黑白灰光项啊 啊 彩迁里面的一个运用啊 首先的话是我们的明暗角线 因为我们刚才所看的话是树苗当色 是不是 但是同样的在彩迁里面 它也同样会具有我们刚才看的五大调子 还有三大面啊 三大面的话 我这么给你们讲 它不会具体只有三大面 三大面只能整体的去看 哎 五大调子就是我们所需要去画的东西 啊 以为这样你是吧 啊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啊 好了 你看 这里的话是不是 你看 所有我们的 呃 三大面跟五大调子 它其实都是彩迁里面的关系 但是在彩迁里面 它就不会说用单色去画 它就会用很多颜色 具体一个叠色 但是它所叠出来这个颜色 还是遵循着这个五大调子去画的 对 五大调子去画的啊 我们整个画面里面最重要的颜色 就是投影啊 物体上面最重要的颜色 就是明暗交接线 懂了吗 这么去记就可以了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稍微浏览一下 看一个完整的图 你们要看一下这个辣椒 是不是 它还是完全依赖着 我们的五大调子去进行刻画的 其实里面的颜色 它就不再是单色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 有叠色 有叠了很多这种颜色啊 好了 这我们稍微就看一下 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嗯 好了 现在的话 我们就把三大面给五大调子给学完了啊 所以刚才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那个苹果来 回到我们这个苹果来啊 这个苹果来干什么呢 哎 我们先同学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五大调子在哪个位置呀 因为我们要把明暗交接线啊 我们的结构线跟我们的五大调子结合到这个苹果 所以你们先来看一下你觉得你能够找出来吗 能够找出来的话给你自刷三个六啊 给来给你们做示范 这个也是你的作业啊 如果是还有一点点就是说还有点不确定的这种同学的话 你看看你哪里不确定啊 你再去找一下好不好 如果是还有同学不确定的话 你再去看一下你哪里没有找出来的啊 让我把这个图给打开 不然我怎么凝抹 我怎么给你们画呢 好了 这里的话老师会教你们第一种我们的一个 第一种的一个体系的方法 就是以方造元啊 第一种方法啊 这里的话老师不会讲的太多啊 不会讲的太多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具体的实践 我们还是说理论学好吧 所以说这我也不讲太多了 讲太多你会容易去老收藏 容易去老袋都大了啊 是不是 说啊什么方法啊 我们稍微讲一下 不确定高光的面积啊 给我还不能确定啊 不确 高光的话 它一般只有一点点啊 一少一点点 因为你看整个画面高光它有多大 就这么一点点吗 一点点啊 你看 你看这个物体的高光就只有这一点点吗 你看这一点点 最练的这一少少段 你看这一少段 这个的话就是啊 包括呢一个位置一个大小啊 好一方造元啊 一方一方花园可以识别你吗 它的名字叫一方造元 一方造元是什么一个意思 它是其实就是一个以简单来找以简单来找负责的心 对 老师应该举多点例子啊 我还要举多点例子啊 你们还没听够吗 我怕我举多了 老师说哎呦老师你好烦呀 我怕我举多例子你们觉得好烦啊 我都不敢举多了 嗯 对 因为下次我我弄太多东西的话 我怕你们很烦啊 说说老师就基本上举一两个就算了 再考一下你们就算了啊 不能直接画圆嘛 这里的话 它以翻造元 我说了不是说就直接画圆 它的意思是以简单 你都没懂这个意思啊 以简单 画复杂 以简单画复杂的意思 因为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在绘画的时候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一个一个点 就是说你在绘画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物体啊 我画的 我如果是我画一个嗯 画一个苹果吧 我们画一个苹果啊 就画这个丑苹果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老师我我发现我直接就是去勾个苹果窝 我再去把外面的线条去这样勾 有的时候你们经常会发现 中国人就在哪个省湖南省 就在哪个市啊 长沙市就哪个地方啊 越路区啊什么新城科技园呀 这一份老师在你是不是 我们首先要知道他在中国 他叫湖南嘛 不然的话你一开始说这个人啊 就在越路区啊 就在新城科技园啊 你怎么去找呀 那你是不是找的很困难啊 找的很困难是不是 嗯 啊 以翻造圆是吧 啊 这个方法好用 老师声音不稳定吗 这个声音不稳定吗 是我的卡了吗 好了 那我来教一下怎么以翻造圆啊 以翻造圆其实很简单 是这样的 我这里面方法上面有方法教给你们啊 是这样的 首先你们看这个物体 不要去看细节 你看这里的话 这个圆图是 首先他是画了一个长方形 或者是正方形 因为物体的话 我们只要找出最高点 最下点啊 最高点 最低点 最左点 最右点 他是不是就会连接这一点 就会形成一个长跟框 长跟框 是不是 对 长跟框以后的话 我们再给他画成一个长方形 或者是正方形 因为很明显 我们今天这个图的话 应该是一个 我看一下啊 应该是一个长方形啊 他不是一个很正的正方形 是一个长方形 稍微 他其实也蛮正的 也蛮正的 所以说 应该是一个长方形啊 应该是个长方形 但是他其实已经很偏向正方形了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 如果是我们想透暖一点点的话 就把它当成一个正方形啊 而是多举点难的例子 是吧 感觉老师总是简简单的一面 啊 这样的是吗 嗯 这样的话 你们先不要着急好不好 因为我们一节课的话 支点的话 如果太多太多的话 可能你们试试不过来 所以以后我会简单很难一些 现在的话 你们先简单嘛 啊 现在的话 你们先简单一点的 以后我慢慢拿上去啊 说不要着急 我们的语语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如果一简简难的话 我们很多同学 老师我听不懂了 老师太难了 哎 那我会给你们洗脑的烟啊 是吧 所以你们不要着急 以后的话 啊 男的支撑老师全部会给你们简的 只是说 我们还是有个阶段的啊 好了 那我们先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方形 它是长方形 还是正方形 另外的话 你要确定这个长方形的长光比例 大概是多少啊 我今天的话就给你们简单一点 我们把它归纳成一个正方形啊 把这个苹果给它画的啊 方一点点啊 画扁一点点 画矮一点点 因为它其实应该是一个 稍微会高一点的 框没有框 我们首先确定好啊 首先确定好 这个物体的一个 这类似于啊 这种正方形的一个形 我大概给它标一下 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啊 它少了一点啊 好 我们大概给它确定好啊 你们看得清楚吗 这个叫你们自己画 肯定呀 我老师给你们做出来示范 你们自己去画呀 看得清楚是吧 看得清楚啊 那好 你们快这个稍微认真一点啊 不要随便画点笔啊 认真一点 因为越认真的话 这个形会越准 越准 越 哎呀 我今天怎么说 感觉绕口了 噓 噓 越准 好 你看我们确定好了一个啊 这种大的这个形的以后 大的一个 因为我们确定好了这个啊 这个方形以后的话 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物体的这个形态就在方形里面 给囊括的 就算你怎么换你都不会超过它 这样的话 你的那个大型肯定是没有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不是的 不是的 今天可能有点有点绕口啊 好 你看我们首先的话 画出这个方形来以后 就知道了我们的苹果 它就在这个方形里面的 你再怎么换 你也不可能换这里来 是不是 那你的形起码大的一个方面 它还是准的 还是准的 是不是 嗯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那我们怎么找呢 我们首先把物体的最高点在哪个位置 最高点的话 大概在这个 呃 这一根线的 往左 中点 往左边靠一点 大概在这种 这种一个形 但是这种地方 嗯 这个的话是刚好在 这里的一个地方 这个西方 你看 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最左 最上一点 最下一点 最左一点 最右点 找出来 好 这是大概是 中一点 左右 你看 但是这里的一个点 把这个点的位置 最左点 最右点 最上 最下 点了以后 点了以后 以后 我们来 我们现在以大的一个线条 就是大的弧线 我就是看着这个图 随便去把这个形给 大的一个形 再去进行一个归纳 这个归纳的话 我也不保证 是不是完全是 最正确的 它只是说以大的一个感觉 你看我们再一次 一次的话 就把这个形归纳成稍微里面一点的 归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外轮过下 根据我们第二次去归纳的行 我再去找的准一些 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找的很准了 它就是 其实有一点这种推的方法 有点这种推的方法 这种推纳出来 你看 是不是 大概是这样的 现在把这个形 就很非常非常准确的 去找出来了 好了 是不是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形 又归纳成里面了 因为基本上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外轮廓给找出来 这一步的话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看懂了吗 看懂的话给老师刷个一 好 我们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 我们把苹果D的地方给找出来 苹果D的话 大概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 因为这里的话是轮廓线了 是不是 也是轮廓线了 这内轮廓线也是我们的结构线 大的位置 我是随意的找一下 听得懂画不出来 那你要念呀 听得懂画不出来 就要多念啊 这是没有办法的 老师也帮不了你 因为老师不可能带着你去念嘛 是不是 老师把方法 再教你怎么画的给你做释放嘛 教你方法 你自多去念一下 你一定会懂的啊 你看我们现在的话 把这种必要的那种结 这种结构线给它找出来 这个离子的结构线就OK了 确实是因为我画成一个长方形啊 正方形 我画成一个正方形 把它画扁了一点啊 画素了一些 是苹果 把画素了 我要把它给它 加高一点 我来说说什么呀 画好像南瓜是吧 没关系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你看我们先把从上往下的画了 我们再把从左往右的给带一下 我画的比较随意啊 我是比较随意去画的啊 你们的话就尽可能要抄圆图啊 好 第二步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是把棉结线给找出来了啊 这是素描关系里面的明暗 这些线 素描这些线里面的明暗这些线 看到没有 青椒呀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稍微把这个 因为它会带有点点素描关系 是不是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苹果窝的这个地方线下去啊 因为苹果窝的话 它也是有一定的结构线的 而且因为它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这个颜色会有出现一点点轻重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像圆图 我直接抄圆图啊 把这个颜色该做的地方稍微加重一点 出现一点点素描关系 还有的话 棉结线稍微是整个物体的最重的地方 所以这个线条啊 就画重一点 顺道的可以带一点调子啊 顺道的话可以带一点调子 你看这个调子的话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 结构线去画的 你们这要给老师找个同口的辣椒出来啊 可以啊 你们觉得老师这个是辣椒吗 我这不是苹果吗 同款 我这是苹果啊 不要污蔑我这个苹果 好了 这里的话你看稍微就 我们等一下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结构线呀 因为根据它 你看处于按部的结构线 肯定是要稍微重一点点 是不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稍微画重一点点啊 画重一点点 还有的话 处于这种灰部的 它也会重一点点 说这个结构线先硬的 它也会有这种轻重的变化 我们就轻轻的戴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就稍微戴一下 你看看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高光 也是属于这种练部的 最练的地方 是不是 说它的颜色基本上是最浅的 所以我们也不过多的去加重它 我就随意的加一些吊子啊 因为我像画的这种苹果边缘 它都是属于一点点灰部 好了 现在的话再把这个投影给一加 就王室啊 就结合 我就为什么会像老师里面擦掉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再把投影找一下 投影的话我说过 这个物体是什么形 它都倾线什么形 这个物体是苹果的形 一般以这种圆形为主 是不是 投影的形也是以圆形为主 它可能是椭圆呀 或者是半椭圆都有可能 把投影的颜色一加 ok了 好了 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对 老师画的好快 因为老师是随意的画了一下 画的还是比较快的 有老师想留几分钟 问一下 那你们说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们可以问一下 还有同学 还有同学还没有听到的 或者没懂的 好 你看到没有 老师刚才的一个示范的步骤 专业画苹果20年 是吧 可以 我画苹果还少 我不喜欢画素描 所以我画这种进步是很少很少的 好 你看下这个的话 就先对来说 我们去把这个苹果就 基本上把它的关系给带过出来了 是吧 它应该不是青椒吧 青椒的还有这么好看 不会画 不会画没关系 我慢慢的来看老师怎么画的好不好 彩千根素 好 等一下我再讲你知识片 这边的话我们还要再回来一下 因为还没有画网 还没有画网 投影的话是整个画面 整个画面里面最重的颜色 所以我们相对应的 把投影的颜色加重一点点 呃 区分一下 哦 我的指令 我是A4字画的 A4字画的有点起毛了啊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是吧 OK了啊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啊 你们也要注意几个点 我先给你们讲一下 首先苹果它不是一个圆 人家苹果是有哦 因为画画里面有一个另方乌圆啊 另方乌圆 在素描里面有一个另方乌圆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画这种水果的时候 画净物的时候 宁可把这个画的方一点点 另方乌圆 就是宁可画的方一点点 也不要画这种这种太多的这种 这种这种圆弧线的啊 不要画太多 不要画太多了 懂吗 懂吗 不要画太多了啊 灰调子没画是吧 你眼睛好看了好看的多啊 这个灰调子没看你都发现了 是不是确实没画 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有个另方乌圆 说你们在画苹果的时候 画结构线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种结构素描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这里的话它的角度还是要去注意一下的 其次的话就是说 它会根据它是属于 灰白灰黑白灰哪个面 说这个颜色会有点区分啊 你看在暗部的地方 你看暗部的地方 这个棉阶线这个地方 颜色是很重的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属于这种 暗灰部暗灰部暗部啊 也是比较重 但先一的 你看这种灰部的地方 颜色浅一些是不是 再到面部的颜色啊 颜色是最浅的 说它有一个颜色的变化 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也要去注意这个颜色的变化 OK 这是你们需要去注意的啊 因为如果是你能在有正结构线的潜力上面 稍微去注意一下这个轻重变化 你的画面会更加有体积 你的画面会更加有体积啊 听不到声音的话重新进啊 你们如果是哪天就听不到声音 或者看不到画面 什么都不说 退出去重新进来 如果还是听不到 去找我们的雨萱老师 就这么简单啊 好了 这是我们同学们需要注意的点 刚才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的话给老师刷一个1 特别卡呀 等下你们画的图的话 等下私发给我啊 因为我不会在屏幕上面给你们点评作品啊 太多了 好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作业 作业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苹果的加点素描的这个结构图 以及我们这个完全完全 简简单单的一个啊 这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什么呀 完完全全的一个 离子的结构像图 这个没有一点素描关系 懂吗 但是我后面的苹果是带有一点素描关系的啊 说这两个的话是你们的作业 另外的话一飞老师啊 我还没有下课嘛 我就再留到时间给同学们来提问题 看有哪里不懂的 我们就再来进行一个 巩固一下 巩固一下 因为我们这一刻简单质点有点多啊 第一个是我们的行 第二个是呃 类结构外结构 第三个是三大面 第四个是五大调子 这个值得点还是比较多的 对肯定是分开的呀 上面这一个啊 这一个的话 基本上就是纯结构线图了 下面一个图的话 就带有点素描关系 这个泥子怎么画呀 这个泥子的形 就是像伊菲老师刚才教你们的案件去画呀 还有里面的线条就是结构线嘛 就是它的结构线 那你们自己去找啊 啊 投影你们想画就画啊 如果你们想画就画啊 苹果白色部分都是高光吗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高光 只是说这个部分是一个链面啊 这个链面 虽然说里面有一点灰调子 但是它是个链面啊 这种结构的话 结构素描的话 它不会把高光画出来的啊 因为画高光的话 一般都是画这种素描图才会有的 是这样的啊 而是先找好三大面再找五大调子吗 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的要画素描图是找先找面前线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先找素描图的话 基本上就是找五大五大调子 它不会再过多的去看这种三大面的 因为三大面是整体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们要去画的只是画五大调子 OK能懂吗 就比如说我们下一个 我们看一个女生美不美 那我是不是我就看 给我看一眼 感觉她画的画的好漂亮 她整体就很美 是不是 但是我们怎么样的话美了 那我就需要去给她化妆呀 给她换衣服 给她做头发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五大调子 懂了吗 这个的话就是五大调子啊 就是我们基本上画只是画五大调子 但是最后的呈现的效果就是三大面 好 老师再说一遍啊 这个能不能懂呀 啊 吃饭 我会发到我们的群文件的啊 放心了 你们不会没有沿途的啊 睡着了呀 嗯 好了 老师游记 把你的快你的地址给我 我游记跟针给你啊 你记得给我包油啊 给我附油 我会啊 道夫啊 道夫什么意思 货道富狂 对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感觉离子难了 肯定作业是越来越难呀 不过也不是越来越难 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 有一个阶段性的 好了 这两个是我们的作业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们的作业私发给我 我不会在工程上面给你点评的 因为点评的话 太多人了 对其他同学不公平 因为其他同学又没没发作业 是不是 所以你们都私发给一份老师课后来点评啊 肯定呀 人家这个这个这个港的话 它也是属于泥泽一部分呀 是不是 比如说你的头发 老大就不是你的了吗 很一样的啊 你的头发也是你的是不是 所以它这个港的话也是属于泥泽一部分 也要画嘛 如果是你在给一个图片上颜色的时候 基本上因为我说过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虚线 因为这个虚线是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看不到的话 我就不必需要去画 我不需要画 只是让你知道它后面也是这样长的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前面的 那我肯定只是画素描的是不是 老师彩迁跟素描怎么 啊 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彩迁啊 素描是这样的 彩迁里面的话包含了素描关系 因为以前我就说过 彩迁是素描跟色彩的结合 素描加色彩的结合啊 彩迁啊 素描就当了素材 但是彩迁就是它需要有颜色 需要素描跟色彩的结合 懂吗 因为像素描的话就是一根笔画到底 一种颜色画到底 但是彩迁的话就有丰富多艳的颜色 各种各样的颜色 它也可以说是有颜色素描 也不能这么说吧 因为怎么说呢 有颜色素描 有颜色素描也有很多呀 像这种又一直红色画 它也是当色画呀 是不是 它只能说是彩迁是素描 加色彩的一个结合 老师怎么是停课呀 停课的话是 我等一下的话我会把具体的时间 给我们的售后老师商量好 会群发给你们的 你们不要担心 会群发给你们的 你们不用担心这个 对 不过老师放假是12号放假 我估计应该会早一天吧 因为 我要去看一下 看一下12号是星期几 主要是看12号是星期几 苹果作业只用一种颜色画吗 肯定呀 你就用我的这个颜色吗 用这种蓝色也可以啊 用蓝色吧 或者用黑色 老师什么时候有录播呀 录播的话 等一下一个小时以后就有了啊 星期一呀 星期一的话 那你们就应该是几号翻假呀 星期一是因为是 7号吧 7 8号左右 8号左右啊 嗯 7000翻了 放好回去 不用代理 你们想这样是不是 那好了 那我把课外的素材我给找给你们啊 不过你们的话 我觉得 你们有点纠结 因为你们的话 你放假 应该是还没有开始画苹果的 应该只画一个苹果左右啊 说 其实作业的话也 不会给你们布置很难的 就简单一点的啊 9号上课啊 好 那好了 我们这些课的话就到这里了啊 刚好就下课了 没有问题就好 我们作业是两个梨子 一个苹果 都是结构图 都是结构图啊 老师好喜欢你哦 哎呀不要这样好吗 很肉麻的啊 我们都是女生啊 你得画半天呀 这个时候的话 你们画作业的时候 如果遇到问题的话 一定要跟老师说啊 你不能说自己画不出来 还画一天啊 那就浪费时间了 如果画不出来 实在是画不出来 你就要找老师问一下 到底什么原因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的话就 同学们也早点去回家 早点洗洗碎吧 晚安 拜拜